汉末第一诸侯是哪位,还原历史上最真实的梁州王董卓? 乱世出英雄,更何况撤士三国,让天下英雄聚集在一个大仗当中,贡商大计不是什么黄金军,而是从西北远道而来的董卓,演绎当中把董卓策划成一个靠花钱拉关系混账高管,各种膨胀残暴的好色之土,这完全是小说情节的需要。 一个让袁上兄弟和草操,以及关东十八路诸侯联合在一起的终极大boss绝对是百年初一个的萧修人物。 本着还原历史的初衷,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这位梁州王。 董卓出生在东汉末年一个官宦家庭,成长于梁州,后汉书记载,卓吕地过人,双弹两肩,左右持射,为枪胡所谓,可见董卓不但身体素质过瘾,武艺也很过关。 当时的梁州四时多次邀请他率军和枪人开战,而且战绩不错,董卓也被生认为郎中,获得赏赐诸多。 赏赐多少不重要,重要的是董卓乃西分与利兵,无所留,他把所有的财物都分给了手下兄弟们,就这样笼络了第一批死众。 而且这可是常年在边疆打仗的西梁军,战斗力之强就不用多说了。 总结一下青年时期的董卓,武功高强,骑马射箭,样样精通,不惜金钱,手下有死忠若干,简直活脱脱的梁州刘华强。 当时梁州的韩岁和马腾造反了,汉莫名将皇甫宗来平叛,无功而返,朝廷启用董卓,结果大胜,可见军事指挥也是顶级水平。 从当时来看,就连福伯将军马元的后代,马腾都造反了,可以说汉朝真的到头了,而长期在边关的董卓,依旧在中心护国,经过几次军事上的胜利,董卓已经成为东汉边关最大的一股势力了, 原本他会继续在西北割据下去,结果公元189年,何静和袁绍诛杀宦官引发朝廷内乱,袁绍又建议何静招董卓进京,董卓本着去大城市看看的想法出发了,结果走到一半,何静突然被宦官暗杀,这才是董卓和他的西凉兵,成了一股无法控制的力量。 在不恰当的时间做了不恰当的事,这成为董卓悲剧的开始,他就像向前冲锋的西凉铁骑一样,不知回头,由于董卓是外地户口,在朝廷没有威信,于是他就通过费地来换取威业,实则激怒了整个关东势力,成为他们口中的反雷,也许是和枪阻打交道太多了, 董卓丝毫没有把洛阳当作自己的地盘,各种烧杀抢掠,掠夺之后还没有全身而退的打算,这不是陷自己于危险之中吗? 战斗力极强的西凉兵面对临时凑齐的十八落诸侯,可谓是秋风扫落叶,打得袁绍一度开会准备另类新军,结果遭到了曹操的强烈反对,曹操临时拉起的人马在追击董卓的过程,几乎损失殆尽, 这成为曹操不是汉贼的为数不多的证据,尽管军事上没有吃亏,可是董卓却极其小心,日常出门必须穿铠甲,凡是引起他怀疑的人,都会立即被杀,在烧洛阳,绝黄陵之后,董卓是真的作死到头了,公元一百九十二年,王允和吕布联合将董卓杀死,一位当时最具军事实力的梁卓王就这样允命了。 陈寿在列转的时候,把董卓排在了汉墨群雄的第一位,是完全合理的,他的人生,在前期可谓是驰骋将场,所向披靡,但是光凭他手下的军队,就无愧于汉墨第一诸侯的称号了,后期进京之后的命运,就不是他在塞北那一套能完转的了。 为此他每一个年转房,传 지금�Form 已在商量装作出,